Music Hello 大家好 車壇龍門鎮又來了 今日很高興 我就是主持Mimi 冬哥 在這裏 Daniel 在這裏 我們的特別嘉賓 陳介�λα LISAnio NASA 英俊陳家樂 現在仔細糖 很多導演的要求 我覺得真的很危險 譬如剛才說到要在中間過來 或者要 Club and Club 四條時後有一條車位 要做出的東西 因為前面是拍攝的車 展示很貼近 很多時候都是信心的問題 你會覺得自己做不到 導演就會 我也是要給我很多信心 我不相信自己不要緊 我要相信他們的拍攝組 因為他們請了很多很專業的車手 去幫我做前面的比賽的車 只要我有一點動靜 他們都可以救到的 我那時候拍了一套踩單車 我就是跟很專業的單車手 破風 破風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那些很厲害 我很專業的 很厲害的 我要跟他們真的撞 為什麼我砌輸了就翻車 所以每天都是陰影在車這方面 但最後發覺你不能貼的 你不能貼的 所以還是要押出去 其實平日開車都是 真的不貼的 那你拍戲最刺激就是那次 你現實生活中最刺激是哪 現實生活中和車有關 有些難忘的經歷嗎 我總共 測錯了 我希望不要再有 有兩次炒車經驗 有幾年來 你駕駛多久 現在應該是四年多 那就算多了 如果四年多撞兩次就算多 真的算多 如果你四年多 但很多不是他殘身 對 兩次都是別人的狀態 對 是怎樣的 第一次就爆氣袋 那次是害怕 那次是害怕 那次是害怕的 爆袋是很大的事 那次就是 在吐露說 我從中線 要剪去萬線 就上去匯船署 那一路都剪不進去 那旁邊有些車又不讓我 那我剪不進去 那時候剛剛脫掉P牌 所以技術業 經驗重新 應該一座可能慢一點 然後騎進去 那我就一路 和旁邊的車都是這麼快 打燈他們會讓我 怎麼不讓我 我就剪了 那我就 唯有 停了 停了在那裏 就打了死火燈 立即 等車過後才停止 那 誰知道後面 就有輛車 中線 一路直去 完全沒有收油 就撞到屁股 那一撞到屁股 我就再撞到 就爆了 因為爆袋 應該是大件事 因為 爆袋其實 在保險裏面 就是Total loss 對 最後一輛車也是 因為 因為Total loss 很多人都 他選了一些定義 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實你一爆袋 你可能意外爆袋 意外爆袋 都當你倒到屁股 真的 你爆袋 即是自爆了 即是紀錄 因為你拿車去 你爆袋 有個電腦 對 你要做袋 總之一爆袋 就是Total loss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上次的情況下 應該是 算了 咳不到你直 是的 我還沒去到 扣平 對 我還沒去到 我還沒去到 停定在那裡 很慢很慢 打算再撞進去 但後面的車 可能就看不到 是的 我想說 這個意外 我和那個人 都成為了一段 短時間的朋友 我們有出來 吃東西喝東西 因為他覺得 他跟我說 他覺得 我很特別 因為我坐完之後 我馬上下車 就走到他 我自己沒事 我走到他那裡看他 我敲他去問他有沒有事 他就說 你是真是最好的 他很震驚 他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的 因為我剛剛 為什麼我要爭著說 回答你這句 因為我最欣賞的人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說 就算是輕微的交通員 大家下車不是應該罵人 是應該看看 車裡面的人有沒有事 因為車有什麼事 其實很少問題 大家都不想 人有沒有事 無論你撞到人也好 人你撞到你也好 是不是 你死人 是不是 你看人有沒有事 是不是需要立刻叫救護車 其實這件事是最重要 但不是說 一下車就 閘了馬 又拿了電話裝吹雞 又突然想走過來 第二次又怎樣 第二次是很近 第二次就是年多前 年多前 剛才出了 轉了新車來 更是 就是現在你的Tesla 就是現在你的車 駕駛了一個月都沒有 很心痛 Tesla很大件事 對 一個月都沒有 那次就是 我在大沖橋路 就是沙田那裏 我直去,有架車就橫向攔腰 他應該看錯燈,然後撞了 我攔腰撞了他,我很害怕 我不是怕自己有事,我怕他有事 因為我攔腰撞他,我見到他衝上來 我都要撞到他的... 即是他衝燈,撞了他的門 然後他打坐牌隔著,再去了行人路 我就很害怕 我首先怕我撞到最悶,如果有乘客 我沒有說過這件事,這是第一次說 因為最近冠了是我,我贏才這樣說 我很害怕他有乘客 我立即搞低窗問他 大喊問有沒有事,有沒有人啊 然後他就說沒有人,司機也很清醒 就沒事了 然後這裡就不開心了,就是不開心的事 然後司機就說,你衝燈啊 立即在車上,你衝得撞到我 很多人來的 然後我就說,蛤?我衝燈? 我很肯定自己是錄燈的 然後已經很招頭了 但我又一撞完那一刻,可能自己很緊張 我一直懷疑自己,我是不是有衝燈 我是不是真的衝了紅燈 我很害怕,很緊張 然後我剛好新車,我又不是很會弄那件東西 很害怕 我很害怕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我先報警吧 然後又這麼有趣 真的很有趣 剛好有一架電單車走過 就跟那個的士司機說 是呀,我看到是他,是他,你沒事的 他衝燈啊,你沒事的 就說你衝燈 然後我就立即越來越害怕 然後我就說 那就證人這樣 對不起,我們報警 我們報警解決 因為我真的不懂得處理這件事 沒錯 那麼報警,搞了一大論 下口供 然後我又看不到攝影機 然後警察就說 要不你回到攝影機後 你再上去報案室那裡 再下口供 之後就回去搞了很久 終於看到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他看錯了 是呀 然後我就 就是 放下這個心頭大石 然後就報警 但是 當時那個司機上去報 下口供 他也是堅持說 是他 他沒有衝燈 然後就是 他說他的車鏡壞了 所以他不會提交這個證據 其實我沒有車鏡 那你有車鏡 你提交證據就可以了 那這位先生 就是有心人 就是他自己心中有數 對 我說他是有心人 有心人 心中有數 他是公眾人物 我不怕 然後之後就 還有我有打過問他 需不需要庭外和解 因為我知道我製造車很貴 我知道我製造車很貴 我製造了一個價 原來要 因為Tesla 特別製造 原來那時候 特別在原廠製造 要 十幾萬 很貴 這麼貴 這是基本的 Tesla 你要是就會 車身 完好無損 你又進去 這個是 諾標價 十幾萬 一隻門十萬以前 現在便宜那些 但現在便宜了一些 都 我的理解 換一隻門 最近我的朋友做過 都五萬多 五萬多 五萬多元 很幸運 我之前那些車 一直都沒有裝車鏡 不是 你這裏是幫助的 為了 轉了Tesla 之後才 不是 Tesla那個車鏡 是車尾車鏡 而且它沒有錄影 沒有錄影的 沒有錄影的 我是裝了這個車 頭頂這個車 是的 錄影到的 我以前都不裝 剛巧就是轉了這輛車 裝了 差了一個月左右 就流出 幸運 現在一定要裝 現在沒有 所以各位觀眾記得 一定要裝車鏡 但你一年前那個經驗 沒有車鏡的 就是你撞車的經驗 是的 上集說 買了一部MR2 二售 買了一部MR2之後 做得很漂亮 就製回新 之後駕駛了一個月 出回傳處 又是有一個 新駕駛 那輛車就 全失了 真漂亮 沒有車鏡 即是人生造的那次車 就是這麼多 就是被撞 是那次被撞 好 替你不用了 那我們也會再通過 好了 今天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邀請阿嘉 好 看看可以試駕哪些車 好嗎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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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